古代名医张婉福远望头顶之寿命 中国古代的中医是非常发达的 甚至达到令人咄舌的地步 有人可以通过骨头判断寿命 这是古代像术里面的东西 真正的中医也具备了这种能力 郎中柳芳的儿子柳登患重病 当时名医张婉福刚到四周任职 他与柳芳是老相识 柳芳前来祝贺 并向他陈述自己儿子的病情 希望老朋友能去给儿子治病 第二天张婉福一大早就等候着柳芳 柳芳急急忙忙来了 领着张婉福去看儿子柳登 他远远望着柳登的头顶说 他有这样的头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他给柳登整了一会儿脉 又说不错 他的瘦数在八十以上 于是留下数十字的药方 对柳登说 不服这药也可以 后来柳登成为一般百姓 活到九十岁 橡树中有摸骨算命的手段 张婉福不用摸 看一眼就能知道 岂不是极高一筹 有人会提出一些疑问 那就是非正常死亡怎么办 会不会打乱这一切 其实一切都是一种安排 一旦安排好了 一般人很难改变的 所以那种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也就很少存在了 原文 柳方为郎中 子灯击重 时明依张万福出处四周 与方故旧 方赫之 具严子病 维持故人一故也 张结旦侯方 方遂饰灯 摇剑灯顶曰 有此顶骨和幽也 因枕脉无流息 复曰 不错 寿且余八十 乃流方数十字 未登曰 不服此已得 后登为数字 年至九十 出有阳杂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